犀牛正在野外行进 犀牛与自己的幼崽走失 刚出生的小犀牛并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 小犀牛在草地上肆无忌惮地奔跑 在不懈的努力之下犀牛终于是与自己的幼崽相聚 在自己家族的保护之下 小犀牛茁壮地成长 犀牛误闯进了人类的领地 人们还是十分惧怕这种庞然大物的 毕竟这种动物它的攻击性非常的强 犀牛也会在野外毫无目的地袭击人们的汽车 所以说如果在野外我们遇到了像犀牛这样的庞然大物 我们一定要抓紧地躲避 毕竟这种动物充满了危险性 像是在野外 这群猎狗正在围攻狩猎 猎狗正在进食 狐狸也敢来凑热闹 猎狗果断地驱赶狐狸 只为保护自己的食物 看来这样的保护措施还是十分有用的 猎狗独享了食物 猎狗与同伴共同地分享食物 大家一起进食 猎狗狐狸也始终没有偷袭成功 透明的猎狸也没能斗过狡猾的猎狗 猎狗鹰正在树上筑巢 猎狗鹰筑巢完毕 就要为自己的幼崽寻找今天的食物了 猎狗鹰还服药孵化自己的幼崽 小猎狗鹰刚刚出生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而此刻蛇类早已把猎狗鹰列为自己捕猎的对象 蛇的种类繁多 像是体型比较大的蟒蛇 或者是有剧毒的眼镜蛇 香尾蛇 我们都知道鹰吃蛇 是自然界的捕食 而猫狗鹰它的攻击性也是非常强的 这头蛇竟然将整个鸟蛋吞到了肚子里 蛇类禁食 通常都是将食物整个吞进嘴里 因为蛇有非常强大的消化器官 猫头鹰从树上俯冲而下 猫头鹰在野外行进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四处飞翔 只为找到这头蛇 紧接着它从天而降 利用双爪与蛇战斗 蛇不甘示弱 与这头老鹰优打在了一起 双方毕竟是克制的关系 鹰的爪子非常的锋利 而且行动速度很快 直接将这头蛇钻在了爪子里 紧接着再使用自己十分锋利的牙齿 蛇在鹰的面前根本无法反击 猫头鹰的体型是要比老鹰小张一些的 也因此与蛇的战斗更加激烈 双方在草地上扭打在了一起 猫头鹰咬住了这条蛇 蛇虽然想要缠绕猫头鹰 将猫头鹰勒死 但是这样的继续谋并没有得逞 这头猫头鹰最后也将这只蛇狩猎 马赛人驾驶着吉普车 在野外行进 有了吉普车的帮助 马赛人可以更好地保护大自然 马赛人寻视着周围的场景 保护着自己饲养的牲畜 马赛人在野外饲养着各种的牛羊 同时也需要保护 在公路上 狮子抓到了一只年九龄 双方的战斗也是十分的激烈 年九龄拼命的挣扎 发出了惨救声 狮子终于挺到了同伴的到来 两头狮子直接骑到了年九龄的身上 马赛人文迅赶来 马赛人在森林里全速奔跑 马赛人拿起了自制的武器 像是弓箭长矛 疯狂地攻击狮子 猎豹本想趁着狮子进攻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但是有了马赛人的介入 猎豹也不敢轻易地出击 毕竟各种动物都很害怕人类 人类有着先进的武器 动物们也只能靠着偷袭来获得食物 在猎豹追赶羊的时候 马赛人再次出现 在马赛人的不停保护之下 动物们的生长都算比较安全 生活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 动物们茁壮地成长 马赛人在野外也祈祷着保护大自然和平的任务 猎狗在河边 发现了一只猎物 它正要上前进食的时候 鳄鱼突然出现 鳄鱼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宁静 但是猎狗的个数也是非常多的 猎狗们共同的围攻 看看能否抢夺回自己的食物 别看猎狗的体型较小 但群体聚集在一起 攻击性也是十分的强 并且猎狗的咬合力也是比较惊人的 如此激烈的战斗 鳄鱼使用了绝招 在水中不停地翻滚 撕扯着猎物 鳄鱼在水中能够称霸一方 但是在陆地上 它的攻击性就会大大的减弱 猎狗也转移了狩猎目标 追捕羚羊 羚羊只能被迫进入河中 河中更加危机四伏 河马也在追赶着这头羚羊 鳄鱼也准备加入战斗 但鳄鱼毕竟单打独斗 根本不是成群河马的对手 现在这头羚羊四处被敌人包围 陆地上有野狗的埋伏 水中有鳄鱼和河马的共同围捕 这只羚羊在劫难逃 它最终只能被迫上岸 被野狗们所抓住 野狗们疯狂地撕咬 河马却突然冲了出来 将羚羊抢夺回来 野狗只能在一旁观望着 根本没有机会靠近 最后这只可怜的小羚羊 河马的猎物 野狗也根本不敢靠近 也无法将猎物抢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